灯额埋葬之夜 玉达夫 总之 入夏以来 这症状似乎一天再比一天加重 迁居之后 这病症当然也和我一道地搬了家 虽然是说不上什么转地疗养 但新搬的这一间小屋 真也是一点田园的野区 节迹是郊秋了 往后的这小屋的附近 这文明和蛮荒交界的区间 该是最有声色的时候了 生是秋生 色当然也是秋色 先让我来说所以要搬到这里来的原委 不晓在什么时候被印上了该引的印号之后 平时进出的社会里绝技不敢去了 当然社会是有许多层的 但那印号的解释似乎也有许多样 最重要的解释 第一 自然是叛逆 在作官是一切的国理 这印号的政治的解释 本尽可以包括了其他种种 但是也不尽然 最喜欢含糊的人类 有必要的时候也最喜欢分清 于是第二个解释来了 似乎是关于时代的 天南北的两极 只要用得着 也不妨同时并用 这便是现代人的智慧 来往于两极之间 新旧人同样的可以举用的 是第三个解释 就是所谓博德 但是向额上磨磨一下 这该引的印号 远也磨磨不出 更不必说这种种的解释 或者 行窃的人自己在心虚 自以为是犯了大罪 因而起着一种 叫做被迫的complex 也说不定 天下太平 本来是无视的 神经衰弱 病者可总免不了自扰 所以断绝交流 抛壁亲串 和地域底里的精灵一样 不敢现身陋记 只在一阵阴风里 独来独往的这种行径 依晓德莫克利多斯 Robert Burton的分析 或者也许是 忧郁病的最正确的征后 因为背上负着 是这么一个十字架 所以一年之内 只学着行云 只学着流水 搬来搬去的 近在搬动 木春三月底 偶尔在火车窗里 看见了些潜水平桥 垂扬古树 和几群飞不进的乌鸦 忽然想起的是 这一个也不是城市 也不是乡村的界限地方 租订这间小屋 将几本从残的旧集 迁移过来的 怕是在五月的出头 而现在 却早又是出秋了 时间的飞逝 实在是快得很 真快得很 小屋的前后左右 出一条 斜穿东西的大道之外 全是些斑驳的空地 一拢一拢的褐色土拢上 种着些秋茄姜豆之类 现在是一颗一颗的棉花 也在半土白蕊的时节了 而最好看的 要推向上包紧 颜色是白里带青 外面有一层 毛绒式的白雾 菜镜饼上 也实时盛着紫色的一种 外国人叫做 Latteos的大叶卷心菜 大约是因为 递进上海的缘故吧 纯粹的中国田园 也被外国人的嗜好 所侵入了 这一种菜 我来的时候 原是很多的 现在却逐渐逐渐地 少了下去 在这些空地中间 如突然响起似的 碑碑立着 散点在那里的 是一间两间的 农夫的小屋 形状旗鼓的 几株老柳于怀 和看了令人不快的 许多不落葬的棺材 此外 同沟渠式的小河也有 以棺材旧板 做成的桥梁也有 忽然 一块小方地的中间 种着些 颜色鲜艳的草花之类的 卖花者的田园也有 简说一句 这里附近的地面 大约可以以 江浙平地区中的 田园百科大磁点来命名 而在这百科大磁点中 异乎寻常 以一张后纸 来用淡墨铜板画印成的 要算在我们屋后 矗立着的那块 本来是由外国人经营的 庞大的墓地 这墓地的历史 我也不大明白 但已从门口起 一直排着 直到中心的 礼拜堂屋后为止的 那两排奇云的洋梧桐树 看来 少算算 大约也总已有了 六十几岁的年纪 听土著的农人说来 这仿佛是上海开港以来 外国人最先经营的目的 现在 是已经无人来过问了 而在三四十年前头 却也是 阳东之外国清明 几礼拜日的 护上洋人的散布之所 因为此地离上海 火车不过三四十分钟 来往是极变的 小屋的租金 每月八元 以这地段说起来 似乎略嫌贵一些 但因这样的 闲房出租的并不多 而屋前屋后 细地也有几宫 可以由租户去试花种菜 所以比较起来 也觉得是在里的价格 尤其是包围在屋的四周的寂静 同在坟墓里式的寂静 是在洋场近处 无论出多少金钱 也难买到的 出班过来的时候 只同久病出狱的患者一样 日日只伸展了四肢 躺在藤椅子上 书也懒得读 抱也不愿看 除腹中饥饿的时候 稍微吃取一点 简单的食物而外 破着平干的 一日间的单调的 是像晚去填城野路上行 试得一回漫步 在这将落未落的 残阳西照之中 在那些清之落叶的 野菜旗边 一个人 背手走着 哭泣的脑里 有时却会汹涌起 许多前后不接的 断想来 头上的天色 老是清清的 身边的木色 也老是沉沉的 但在这些 前后没有脉络的 断想的中间 有时候 也忽然大小脑 会完全停止工作 呆呆地立在野田里 同一根枯树似的 呆呆直立在那里之后 会什么思想 什么感觉都忘掉 身子也不能动了 血液也仿佛凝住 不流似的 全身都如成了 索多玛城里的岩柱 不消说 脑子是完全变做了 无波纹 无血管的一张 扁平的白纸 漫步回来 有时候也进一点晚餐 有时候 简直茶也不喝一口 就爬进床去躺着 室内的设备 简陋到了万分 电灯电扇等文明的器具 是没有的 月明之夜 睡到夜半醒来的时候 床前的小泥窗口 若晒进了月亮的 清炼的光 那这一夜的睡眠 就不能继续下去了 不单是有月亮的晚上 就是平常的睡眠 也极容易惊醒 眼睛微微地开着 憨声是没有的 虽则睡在那里 但感觉 却又不完全失去 暗室里的一声一响 虫鼠等的脚步声 以及屋外树上的 夜鸟鸣声 都一一会闯进到耳朵里来 若在日里 陷入于这一种假睡的时候 则一边睡着 一边周围的行动 事物 都会很明细地 触进入意识的中间 若周围 保住了绝对的安静 什么声响 什么行动 都没有的时候 那在这假妹的一刻中 十几年间的事情 都会很明细的 很快的 在一瞬间 开展开来 至于乱梦 那更是多了 多得连序 也叙述不清 我自己也知道 是染了神经衰弱症了 这原是七八年来 到了下级必发的老病 于是就更想静养 更想懒散过去 今年的夏季 实在并没有什么 大热的天气 尤其是在 我这一个离群的野狱里 有一天晚上 天气特别地闷 晚餐后 上床去躺了一呼 终觉地睡不着 就又起来 打开了窗户 和他两人 坐在天井里候凉 两人本来是 没有什么话好谈 所以只是昂着头 在看天上的飞云 和云堆里 时时路线出来的 一颗两颗的星宿 一边漫摇着菩萨 一边这样的 没坐在那里 不晓得坐了多久了 室内桌上的 一只羊竹 忽然灭了他的星光 两人既不愿意动态 也不愿意看见什么 所有灯光的有无 也毫没有关系 仍旧是默默地 坐在黑暗里 摇动扇子 又坐了好久好久 天末似的起了凉风 窗帘也动了 天上的云层 飞舞得特别的快 打算去睡了 就问了一声 现在不晓得 是什么时候了 他立了起来 慢慢走进了室内 走入里边房里 去拿火柴去了 停了一会儿 我在黑暗里 看见了一丝火光 和映在这火光周围的 一团黑影 即黑影底下的半面 他的苍白的脸 第一只火柴灭了 第二只火柴也灭了 直到第三只 才点望了杨竹 杨竹点望之后 他急急地走了出来 手里却拿着了 那个大表 轻轻地说 不晓是什么时候了 表上还只有六点多钟呢 接过表来 拿进耳边去一听 什么声响也没有 我连这表 是在几日前 投开过的记忆 也想不起来了 表停了 轻轻地回答了一声 我也消失了睡意 想再在凉风里 坐得一刻 但他却又继续着说 灯盘上 有一只很美的灯鹅 死在那里 跑进去一看 果然有一只 身子淡红 赤衣绿色 比蝴蝶小一点 但全身 却肥瘦得很的灯鹅 横躺在那里 右翅上 有一处胶影 处须是烧断了 莫看了一分钟 用手指 轻轻拨了他几拨 我双目 仍旧盯视住 这扑灯鹅的 美丽的尸体 嘴里 却不能自禁地说 可怜得很 我们把他 去向天井里埋葬了吧 点了灯笼 用银针 向黑泥松畜 绝了一个圆穴 把这美丽的尸身 埋葬完时 天风夹紧了起来 似乎要下大雨的样子 拴上门户 上床躺下之后 一阵风来 接着 如乱石似的雨点 便打上了屋檐 一面听着雨声 一面 我自语式地对他说 夏 明天是该凉快了 我想到上海去 看病去 1928年 八月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